欢迎新闻带您观察各国疫情曲线 美国疫情曲线节节飙高 近几日每日新增确诊人数都超过15万人 最新确诊达19万2000多例 再破美国疫情爆发以来的新纪录 美国疾病管制剂预防中心表示 由于病例暴增 建议民众下周的感恩节假期物外出旅行 以限制病毒的传播 德国疫情曲线激增 尽管前几天新增确诊压制1万多例 但20号新增染病人数达2万3千多例 创下德国的新高纪录 德国工业巨拨蒂森克鲁伯集团表示 因疫情对业务造成显著伤害 将进一步裁员5000人 英国自月中以来 几乎每天确诊都超过2万例 20号新增确诊来到近2万3000例 随着耶旦佳节将至 英国政府正考虑放宽防疫限制 让家族得以团聚 但专家警告 放宽限制可能代价重大 法国疫情曲线有所趋缓 从前几天单日新增3万多例下滑 最新确诊达2万1千多例 不过法国政府发言人表示 近期仍不太可能取消局部防疫的封锁措施 西班牙疫情曲线震荡 原先自本月初以来 染疫人数一路从每日2万例下降到1万出头 不过最新确诊又回升来到1万6千多例 日本疫情呈现爆充状态 20号全国新增2388例创下新高 而包含东京、大阪、北海道、爱之县以及宾库县 都创下当地单日新增病例的最高记录 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宣布 将东京都警戒等级上调到最严重的等级4 南韩的疫情仍在持续升高当中 这几天每日新增病例均超过300例 最新确诊达363例 南韩中央防疫小组表示 首都圈的新冠疫情大规模感染趋势越来越明显 已出现第三波流行的迹象 中国疫情曲线大致平稳 近10天每日确诊均控制在20例以下 中国卫生健康委员会通报 最新确诊达17例均为境外输入病例 印度疫情略为上扬 自17日以来确诊人数有所增加 20日染病人数达46000多人 不过整体的疫情情况大致平稳 马来西亚疫情曲线人处高点 近日确诊均破1000例 20日通报确诊人数达1290人 整体疫情情况不太乐观 印尼疫情并无减缓迹象 月中曾单日冲破5000例 群线下滑之后近几日又持续上标 20日确诊达4798例 情况依旧严峻 中文类 紫 slut 小梦